打擊非法捕撈永續遠養女月經營記者會準備開始 請各位就座 謝謝 為各位介紹今天蒞臨的長官以及貴賓 首先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聰賢 林主委 接著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金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陳天壽署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副署長黃紅燕 臺灣區遠陽委員神釣魚船漁類輸出業同業工會 理事長謝文榮 臺灣區遠陽委員神釣魚船漁類輸出業同業工會 總幹事黃昭青 臺灣區遠陽油漁船漁類輸出業同業工會 總幹事李唐輝 臺灣委員神釣協會秘書長何世傑 臺灣區遠陽監委委員漁船漁類輸出業同業工會 總幹事許申和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總幹事林啟昌 吉隆區域會總幹事陳文青 高營貿易公司副總經理趙熙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昭倫 以及我們的公民團體綠色和平主任蔡佩雲 綠色和平主任李芳怡 海龍王愛地球協會理事長林愛隆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廖靖慧 再次感謝各位長官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們的麗玲 接著請問我們的陳署長為我們進行語言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在座的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首先非常歡迎各位來到我們一夜署的一夜監控中心 來瞭解我們應用科技來掌握一些遺傳作業的一個動態的情況的進程 那同時我想這個也是我們一夜裡面一個進入一個新的管理的一個里程碑 那大家都知道在座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說我們歐盟在104年的10夜 會把我們列為打擊IUU不合作的這個國家 換句話講就是舉我們的王牌 那為了要解除這個王牌 在這段期間我們整個政府包括農委會等等相關部會 也都採取相關的行動的一些措施 包括我們持續的來推動我們影響遺傳一定要裝一些設備 特別像e-book就是電子遺照紀錄還有出港的一些申請的一些規定 甚至於我們今年1月20號我們的遠陽三法還有15個半法 就是這樣子一個華麗的一個結構等等 甚至於我們的港口的一些屑魚的檢查 這一些的一連串的這個措施呢 我們今天就是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過一個整合的一個系統 來展現我們整個包括我們在海上作業的一些遺傳的一些資料 換句話講就是從遺傳的出港到它屑魚 甚至於將來這個遺傳的出生到它的面食等等 都會透過這個系統來做一些的整合 凡事走過必有紀錄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過去我們我們雖然是說有一些船位 一個比較那個的雲散的一些系統 但是透過人工等等這個方面來做一些比對 可能要耗費人力 市場感覺這個力有未來 那經過這樣的一個系統 我相信我們將來的一些一夜管理 是應該是有1加1大12的這種效果 也讓我們的監測人員能夠即時的來掌握這個遺傳的一個動態 黃度這個揮華遺撈的一些行為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是不是我們接下來 來請直接就操作 好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就直接來看我們中心的一些操作的一些狀況 是不是我們請我們的團隊來我們的裝飽好 來 林主任委員 林主任委員 副主委 以及各位漁業界長官 各位漁業團體 漁業主持先進 以及各位記者朋友 大家好 接下來由我各位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監控系統的原力 以及目前的運作狀況 在介紹整個系統之前呢 我考量部分可能部分媒體朋友對我們的監控系統不是那麼了解 我講一下我們的監控系統的資料的處理的原則 那基本上我們的監控系統就是在漁船上安裝一個自動傳位發泡器 這個自動傳位發泡器會跟我們GPS衛星做連線 所以是記錄GPS訊號 再透過另一個通訊衛星把這個訊號送回來 這個是即時的 即時的資料 所以我們都掌控我們全台灣漁船的現在在海上的活動 那本身這個自動傳位發泡器呢可以外接一些設備 像電腦 我們目前可以外接電腦透過這個電腦我們可以輸入每天的漁獲量 一樣的透過這個衛星送回來地面 這個都是即時的資料 所以這個大大的縮減我們對資料 尤其這個漁獲的資料的收集的速度 增加了我們管理的效率 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目前的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我們的這些點位都是每一個漁船的點位 那我們的漁船遍佈了全球三大洋 那我們可以 我們是以顏色來區分各個漁船的頓級別 比如說我們來看CT1 CT1 CT2 CT3 我們可以看到CT1 CT2 CT3 這些小船呢 基本上都是在台灣附近活動 那CT4以上 也就是50噸以上漁船就會跑到更遠的地方去活動 那由這個系統就可以看出我們整個漁船的活動範圍 那以前俗話說啊 船過水無痕 但是呢 現在的接動科技是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所以各位看到這個畫面 我們每艘船可以顯示出它前十天的航跡 它在哪邊活動 有沒有進到其他國家的地方 我們都可以顯示出來 但是因為我們的漁船的船數眾多 我們沒辦法說一一用人工去檢視 所以本套系統其實我們有發展一個自動警示的功能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作業區域警示的功能 在我們如果開啟作業警示的功能呢 我們可以發現有一艘船在 有個出現一個警示的符號 警示的符號就是它 去了不該去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呢 它並不是代表它違規 在我們的核可區域裡面 它是核可在IOTC跟WCBC水域 但是它目前沒有在這個水域裡面 原因是因為它進港 它進港 它從我們衛星圖裡面 可以看到它在港內停在碼頭邊 所以這個船是沒有問題的 這沒有違規的問題 但是我們系統檢測出來 可以方便我們的作業人員去檢視這艘船的狀況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下 VMS回報警示的部分 VMS回報警示呢 就是透過這個系統 我們可以知道哪些船 超過4小時未回報船位 但是各位看到這個警示 不是說它違規 因為漁船監控對我們來講是很重要 如果超過4小時未回報 我們很擔心它繼續未回報 所以說我們如果有這個警示 我們的監控中心人員 會想辦法跟船上聯絡 就是避免說這個機器故障 造成長期未回報的狀況 那這個都是方便我們監控人員 來做後續的處理 那本系統是除了著重 在整個即時資料的顯示之外 它還有靜態資料的比對功能 這個就是我們對於 蟹魚申報跟蟹魚實際 回報的量的比對 如果某商場的 申報量跟實際 蟹魚量差距過大 我們系統會自動跑出來 那當然這個也不是說即時違規 我們如果它會出現紅色的部分 表示它的量出現不合理的狀況 那也是方便我們工作人員做後續的這個處理 所以這個系統可以很方便 讓我們來查核整個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監控中心是由雙系統並行運作的 我們長期來我們在漁場監控系統上面已經有進行了十幾年了 那長期來有一套監控系統在做運作 那這個是比較著重於床位監控的部分 那剛剛那個系統是多系統整合 那這個系統可以看到 事實上我們旅船也是在同樣的三大洋的遍布 那它的符號顯示不太一樣 它這個是像每一個點都是一個船位 它可以看到它的航向 這個黑黑的就是它在往哪邊跑 那可以看到目前它是以太平洋的漁船是最多的 那其實事實上我們在管理的時候 不會每一個人去管理全部的船 因為我們船目前 嚴禁台加起來我監控有1800多艘 遠洋船有1100多艘 事實上我們是分船團來管理 假如我今天是一個管理大西洋漁船的管理員的話 我會輸入大西洋漁船來看它的船位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大西洋漁船 大概在分布在中大西洋跟 來填換圖 大概在大西洋的中區跟南區這一塊作業 那這個海圖上可以顯示他們 對 這個線是每個國家的11線 所謂的經濟海域線 漁船有沒有在裡面作業 其實從圖上也可以看出來 但是因為同樣的我們船數非常多 我們不會一一去檢視每艘船的個別狀態 我們的系統也會有電腦來判斷 它是否有違規的樣態在 我們切到我們的管理畫面 管理畫面可以顯示目前我們監控的漁船數 它所使用的衛星系統的樣態 進港等等 那我們目前比較關心的是 如果你船在EEZ內 在EEZ內 但是它又沒有合作 目前爆合作的一艘 但是它是非合作船 但是還在EEZ內 但是在EEZ內不代表它一定為 因為它可能是航行或進港 甚至蟹魚等等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 目前有六艘船 雖然是非合作的船舶 它分別有兩艘在港內 另外我們往前看 那可能我們可以從航速上面來看到它的狀況 像這個東西它有 航速五節以上就是在航行 那如果航速比較低的 我們可以各別去看各別船的狀況 我們來看同泰三號 我們可以看到這艘船 它也是在港內 它同時也是在港內 那因為這艘船我們有追蹤 它是因為那個BMS故障 它進港維修更換 所以像這種它疑似故障 我們都會做進行追蹤 所以這個案子可以看出 我們的系統可以把一些 類似違規樣態露出來 我們會做進行後續的追蹤 那我們也會追蹤各案的狀況 其他我們還有一些偵測的樣態會出來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不再進一步說明 那我們也可以各單船 單船來做追蹤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我們可以在這邊進入CD號碼 加入我們的表單 它就可以去追蹤這艘船 OK 點這邊 對 難確定 我們圖就自己跑到這個 我們來看這艘船 3月1號到目前的航機 我們可以 這個系統可以顯示歷史的航機 可以把畫面調整一下 OK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這艘船3月1號 然後從納茅港 航行出港 然後到這個 菲律賓東部水域作業 那經過我們監控人員觀察 它在菲律賓 這條線是菲律賓的200海里水域 水域線 它在這邊進進出出 那經過我們測量 它已經進到菲律賓 200海里以內20海里了 那由這個航機來看 依照我們經驗這種 有點像在作業的樣態 如果是航行都是直線 那我們在程序上會通知這艘船要離開 離開菲律賓水域 我們會打尿給船主跟船長的 那這艘船 因為經過幾次的通 通知都沒有確實離開 即便到今天 昨天還是在附近 那這艘船我們的處理方式就是 把這個船的類似圍格的紀錄 把它通連紀錄 然後上乘到我們的夜館單位 然後由一個單位來做後續的追蹤處理 或是進行後面的行政處理 那這個就是整個我們整體監控中心 大概的運作樣子 可以大範圍跟小範圍的運作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的那個系統功能非常多 那如果將來有興趣 各位可以再來了解 那以上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副指導小期的說明 接著恭請主委致辭 各位美女朋友 還有今天產官學界的各位代表女士先生 今天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要來跟我們所有的漁民朋友 還有今天啊 林總幹事代表所有全國各地區余會的這個先進 還有我們幾個比較重要的遠洋一夜的這個團體代表 如果剛剛像東勝福27號是嗎 那如果說像過去每次有什麼狀況啊 大家可能都不是很清楚 因為大家都體恤漁民 在海上作業的辛苦 但是呢 如果說站在國際漁業的整體的角度來看 台灣的漁民不管你到哪一個水域 自己的經濟水域或者到別的這個公海上 或者到別的經濟海域 所以一樣都要接受這個國際的公約 所以今天我們藉這個機會要跟所有的全國鄉親來報告 我們在整體的為漁民的權益 為漁業的永續 同時我們也要保障所有合法的業主 那對於非法我們一定要連加來取締跟打擊 所以今天所謂I.O.O.打擊I.O.O. 這不只是台灣的責任 也是所有國際關心永續漁業的這個共同的一個責任 所以今天我相信有包括綠色和平 有幾個互移的這個公民團體都來關切 那我想我們在整體來看 現在有這個機制 以後任何一艘遠洋的漁船 大概我們台灣的占比在全世界的漁業 應該也算是不可輕忽的這個團隊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的團隊更有這個未來在產業的競爭 或者是我們在整體漁業 共同讓每一個世代都有漁抓 這個共同這個責任 我相信我們從去年開始訂定了漁業三法 除了要回應國際的社會的要求 其實是對本身我們自己的漁民漁錢的保障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做 恐怕每次都會有糾紛 那上一次到柬埔賽海域的那艘船是屬於哪一個 屬於哪一個區的 印度洋區 印度洋區那是遠洋的 不屬於我們這個區域會的 那艘船的軌跡幫我釣出來好不好 我為什麼待會要用這個做案例呢 就說好像我媒體報導說 我們新南向問題出了狀況 然後要請這個船主跟我們申請國賠 待會各位看看 如果我們不告發他 還要他申請國賠 那不是這個沒有道理的嗎 所以基本上 我們做這些的準備 其實各位要知道 我們在監控 其實到每一個地方 只要每一個國家有衛星系統的 他都會監控 這是我們現在開始面對的 實際的狀況 所以一定要請大家來看 那待會各位看就知道 因為那個軌跡 軌跡我們這裡都會留下完整的紀錄 一個好處是所有的船 船東跟在海上捕撈的這些 我們的漁民朋友 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保障 將來如果遇到糾紛 遇到糾紛 大概這個就是可以當成證據 去跟這個有糾紛的這個國家 都可以做這個直接的這個談判 但是呢 如果我們站不住 理贊不住 到時候就是證據拿出來 就一翻兩瞪眼 所以這個部分我要請那個林總幹事 我們現在各地區議會 大概選舉都快告一段落了 我們漁業署也趕快借這個時間 因為現在是 鮪魚劇的開始 那個黑鮪魚大概都已經 進入菲律賓海域了 所以剛剛那個東盛 東盛府27號應該是抓鮪魚的吧 抓鮪魚的 那是不是我們延伸調的那個 有關那嗎 無關那 那 東盛府相會哪個區議會 東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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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盛府就要跟他的統領了 那台已經達到要處罰的那個標準 處罰多少 待會那個署長你就直接公布了 我們如果照起鮪魚 我們第一個沒有辦法對這個國際交代 因為法已經立了 立了法就要執行 這是一個現代政府應該要具體執行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利用這個機會來跟社會大眾來說明 因為我們下個月 陳副主委就帶著我們的相關團隊要去相關的國家去做遊說 也就是說我們在具體的行動上面 我們已經慢慢可以達到國際的標準 當然現在有幾個國際的組織對我們現在要到每一個重要的 這個遠洋基地要去上船要去做盤查的觀察員 我們現在到這個月應該會補足90多個人 距離國際要求要達到105個人 我們馬上就會達到這個標準 所以不只是做了這種科技的這種監測 同時還要人工上面去做實際的漁獲調查 這個將來這個中研院的陳老師這邊就可以來做幫忙 很多的對漁業的永續的這個相關的產學員團體都可以一起來幫忙 因為我們可以來做這些基本的監測 那回過頭來這個也跟林總幹事跟各個我們漁業團裡最有關係的 大家最怕說好像什麼漁種越抓越少了 那個就會回饋回來我們可能要哪一些季節要做這個調節 包括要靜於取 可能這個將來都是會達到那個有效的效果 好 太多了 有沒有掉出來 掉出來 那個是新川級是嗎 新川級 好 來 鬼基圖把他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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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那個黃副署長來說明 新川級這一艘遺傳是有經過一夜屬核准合作 有經過一夜屬核准合作 合作期間是三個月到今年的1月29號 那之前可能是從 我記得是10月2號左右 大概就是三個月了 那三個月他快結束了以後 那過去 所以他過去在作業 他在緬甸作業是經過核准核准核准 問題是他結束作業 他應該要進港去做報道 可是他在這邊這邊被軍方攬截 這有點奇怪 因為這條線再過來就太過了 顯然他已經觸犯到他們 他都一直走 好像沒有要報道了以後 所以他們去做攬截 去做慰問 所以那當然這個地方被攬截 所以他們去說明為什麼你沒有 所以說他有一個說 你要怎麼做 理論上他報道應該是這樣子走 所以他這樣做很奇怪 然後過來就報泰國了 所以他們質疑他根本不想報道 有觸犯他們一些違規 所以他進去呢 也沒有跟業主報告 大概快一個時間他們就是去談 那最後是 聽說是付了10萬塊美金的罰款 然後離開 1萬塊美金的罰款離開了 那我們要調他所有的資料 我們透過我們泰國的代表處 緬定代表處去了解去收集他 到底發了什麼資料 我們來進入主 如果說有違規的話 我們也要組分 那船主我們在幫他們忙 不應該說耶穌不保護他 我們耶穌都在保護他們 那所以這個主委剛剛講對 所以還要提狗陪 我也是嚇一跳 為什麼要提狗陪 所以我接這個機會是說 所有船作業 有沒有合法 我們耶穌都在注意 歐盟要求的就是說 對方國家即使罰 台灣也要罰 就這個根貴報告 以上 好 好 來 我們現在先讓我們相關團體代表 有想要再進一步了解什麼 比較清楚的嗎 總管事務部 沒有啦 我們幾個歷史中有要再進一步 那我們幾位公民團體的代表 有沒有要進一步行為 來 律師和平 可以了解像關於海上轉載的部分 宇月署這邊怎麼監測嗎 因為我知道現在法國 海上怎麼樣 海上轉載 轉載 對 因為我知道是要 就是基本上是要跟宇月署這邊先申報的話 才可以海上轉載的嗎 那我想知道 因為其實國際上現在都在討論 海上轉載非常難監測 就是即便你申報了以後 你怎麼去觀測說可能有非法轉載 非法海上轉載的情況呢 根據國際的幾乎所有三大洋組織 都通過一個結議 海上轉載 那個轉載船 第一個是在登陸組織的船 第二個 這轉載船上面要有觀察員 就國際觀察員 所以我們工會應該曉得 他們每年光是負責觀察員費用非常高 台灣的船要轉 要這個的話 我們的船如果要跟宇月署說 完成作業或是甚麼原因要轉載 要跟我們通報 那通報了以後 我們核准了以後 他才可以做轉載的行為 那我們要核准他的之前 你看到這些資料 從他作業有沒有違規 如果第一個 如果他違規 宇月署絕對不同意他轉載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他轉載的數量 他在轉載船 有關那個觀察員會做紀錄 他轉載數量等等 他會做紀錄 要報回來 他不管報回來 他是跟組織去報 所以 七一組織 包括IOT 七個組織 他在編年年會提出報告 哪些船有規有沒有違規 那如果他在轉載的時候 那個觀察員有紀錄到他違規 他會通報傳奇果 如果是台灣的他們 我們要解釋 如果我們船被發現 轉載的時候 有違規 譬如說不該抓的 他在轉載 別人看到了 他說要台灣說明 類似這樣子 我記得以前有這樣子 譬如說 南方黑尾 看到怎麼 你這次要不能抓南方黑尾 怎麼抓南方黑尾 那我們就做處分的動作 類似這樣子 所以非常嚴格的管控 來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法規意見 好 我們來 請 不好意思我想請教一下 這套系統有沒有監視運搬船的部分 因為過去一個月 Google的全球監測 有公布一個過去五年 對全球運搬船的這個分析 航機的分析報告 所以想問一下 我們自己這方面 有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謝謝 這樣子 我們這個系統 有把我們現在要求 因為現在本來是 轉載船幾乎現在都是外國船 特別是 以後運搬船都是外國級 但是我們現在要 因為國際組織也要我們提報 比如中西太平洋 所以報完的時候 我們要求 還要在我們監控 所以老BCDOC 在這個系統是有的 我記得是有 有這樣的 那我們會有另外一個 所以常常會挑入一大堆的 就說奇怪 它就是轉載船 一個指示燈 有這樣的功能 那個老師在不在 應該有這個功能 可不可以釣出 從你的整個系統 你們可以釣出 這些船也是被 被我們監控的 但是平洋線它轉載船 我只是知道他們在哪裡活動而已 那畢竟是他國的國級 你看那個丸 這個丸都是日本船 我們台灣船沒有這種船名 全部都是外國船 好 好 來 請 然後它的即時度是怎麼樣 那這些資料的結果 在哪裡可以查得到 一般的民眾的話 想查會查得到 然後 我們大概多久會去評估 這樣的一套系統 包括人員的訓練 是可以達到說 國際間對我們的那個 擔憂的那些部分 尤其是 其實我們會 被歐盟這樣警告 都是出於非常少數的漁船 並不是個普遍現象 那在這麼繁複的資料當中 我們怎麼有下去惡阻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中心是 額夜才成立的 那我們現在也 歐盟跟我們交換過意見 他希望這個監控 監控的是要24小時都有人 所以我們現在有這個 中心有16位同仁在做監控 24小時做輪班的 不停的放假也是要輪 這是第二年報告 第二個 他監控了以後把這個資料 他就認為是質疑的 他會送到我們樓上的 就夜館單位 譬如說管大西洋的 管印度洋 他們去跟去這樣 要去做判讀 大概是這樣子 那違規的話 我們就會做處問書 但是因為這所有 都涉及到個資 平常心講 你大概也查不到 因為都在系統裡面 但是如果適當的必要的時候 資料 我們還是會對外做適當的宣布 那我必須承認 這個剛才的幾套整合系統 包括我們的VMS傳位系統 包括我們儀管系統 包括我們的儀貨量系統 包括我們猴把系統 猴把系統 就是所有你在涉及的數量 我們會核對你 要不要超過你的配額 你在國外銷售數量多少 很多資料都在裡面 那將來我們會做一段時間 會檢討 哪些要再加進去的 我們會不斷的更新 可能至少要半年 至少要半年才來做檢討 有隨時的話 我們就會請 我們一些科學家 這個設計的科學家 來幫我們來做這些動作 謝謝 請問一下 就是以前那時候 在這邊發生的 是會有 就是生命的那種危險的狀況的話 這一套系統可以確保 以後所有發生類似情況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被各國的政府 或者他們的軍隊 那個可能是又另外一套了 因為 我們跟徽賓有重疊水域的問題 那 那一方面現在是跟菲律賓有做諮商 在執法的時候 要避免使用武器 避免傷大無辜 這是第一點 那至於 各自要管自己的船 那我們希望我們的船 遵守規定 在該做的地方作業 不該去的 你就不應該去 你在人家領海作業是不行 但是呢 我們每年一季到的時候 我們 跟海巡署這邊 都有適當的 Costcar的船 在做護嶼的動作 簡單的講 這樣的事情 應該以後不會再發生 因為兩國都已經了解 而就 做執法決定的執行 萬一發生的時候 這一套系統 可不可以提供我們一些證據 可以為我們的民民 就是在國際保護上面 那是蠻特別的 那是絕對的 因為這一套 剛才 我們也講過了 署長講過 環走過 必留下痕跡 那這個 因為這個 不是可以作假 它是不可 不可作假 它是做衛星的 都一直在資料庫裡面 所以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作為 必須要使用的 甚至在 訴訟的時候 都可以作為 訴訟的證據 好 各位美女朋友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法規意見 來 另外一個是針對 那個 港口漁獲檢查的部分 因為我知道 現在其實很多 台灣遠洋漁船 都是在國外港口卸貨的 那像這部分的資料整合 不管是港口卸貨檢查 還有觀察員 它的資料 是多久會即時更新 然後如何跟這個 系統整合起來 一起做檢查 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 是關於觀察員的部分 因為我剛剛那個 就是 掌外這邊也有提到 就是說我們觀察員的比例 希望可以達到 RFMO的標準嗎 可是其實 現在國際上 有在討論說觀察員 它本身的安全性的問題 我也想知道 漁業署這邊 對於我們本身 自己派上漁船的觀察員 他們的安全性 我們如何做保障 然後一方面 因為不只是保障他們的安全 也才能確保說 他們的資料 他們可以一個 不用去擔心自己 安危的成分下去做 準確的資料 那如果觀察員這邊 沒辦法 我們認為 現在國際上也有在討論 觀察員 因為要一方面人身安全的問題 一方面 加上可能空間的問題 所以其實有 現在有在講說 是不是有所謂的電子漁獲 算是monitor system 那這部分漁業署 有在做考量嗎 然後是不是 未來也有可能會 整合到這個系統裡面 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有關 現役檢查的 那沒有錯 那我們原來的基地 我記得早期七八十個 後來剩下十幾個 後來歐盟要求 台灣的船進港 你不能讓它沒有管制 所以去的地方 一定能做檢查才能開放 我們現在有三十一個港口做開放 那三十一個港口 我們有幾個在做了 我們會選擇 我們會派你去做適當的檢查 有一個涵蓋的比率 那我因為我去做檢查的時候 牽涉到執法 所以過去一年來 我們現在已經跟 而是已經開放的 都達成協議的 都可以去做這樣的檢查 這是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 我們未來會在主要的一頁去派 常駐一頁專員 都不要來來去去 就是做檢查 那所有檢查的資料 我們跟對方談判的時候 都要求資料的分享 我檢查資料提供給港國國 那港國國因為 我不可能每一個行次都檢查 因此呢 我們要求港國國 你有什麼資料要給我們 那現在都做了 包括泰國也要 包括費捷的資料都過來 所以慢慢建立 將來這些資料 會在我的資料庫做一個 比對的一個動作 第二個有關觀察員的部分 沒有錯 你提到的就是 國際上要要求至少百分之五 那我們大船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我們出問題 出在一個小船 因為小船空間非常的小 那真的是 也有考慮到觀察員派遣的問題 所以在小船一直都達不到 那個百分之五的最低的比例 那因此我們這一次大幅的雇用 增加期數 我們本來已經有五十五個人 還在增加期數 那已經快達標了 還差了差二十幾個 我們考了一年 還不好考 那慢慢達到這個 那將來我們在所有遺傳 至少每個羊群都到福爾 國際的規定 而且甚至要超妖 但是我們不可否認 國際上要求越來越高 百分之五 現在有人說要百分之十 甚至還有說百分之二十 是針對特定一頁 那這樣甚至微網遺傳 現在是百分之百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趨勢 我們要去檢討 一個就是你剛才提到 E-Molitan就是用機器人 E-Molitan就是用機器來取代人的這一個部分 那這一個 我們業主已經在研發好幾樣了 但是國外也在研發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比對 我們已經 我記得去年前年已經國際 曾經在台灣做研討會過 將來 但是呢 通過了以後 要在國際組織被承認了 大家都可以再用 其實很多國家 包括美國都想要用這個東西 因為它也是壓力很大 那希望這個在國際組織 我們要大家合作來推動通過了 所以 那最後一點 你提到觀察員安全 沒有錯 這個是我們 我們要求我們對我們觀察員有一個約束 同樣的我們對我們遺傳要位數 你要對這個 譬如說我是觀察員 你要一個適當的空間 讓他可以居住 他在執行工作 你不會可以去干擾他 當然我們觀察員 也不可能去影響到遺傳作業 我們是有一套的距離在那個規管裡面 我想這邊工會都很清楚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去年 WCPA通過一項決議 它有更嚴格的規範 那將來我們也會配合來執行 因為我們是觀察員 就是我的同仁的一部分 我非常注重他的安全 但是也不能影響到遺傳作業 所以 所幸大概十幾年來 我們都非常做得還不錯 您說75人是機器人還是觀察員 是人 是人 加起來就130人 好謝謝 大家看起來有些細節 大家都很想了解 沒關係 待會兒我們語樂署的同仁 都會跟各位來做比較細部的說明 其實今天最重要的是 跟所有的媒體朋友 跟所有的鄉親來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就是說 我們從104年被開了還牌以後 我們要成為國際社會的公民 都一定要遵守國際規範 當然媒體朋友 會不會說 政府怎麼會越貫越多 大家媒體朋友 你做起來 就是要注重遺甲的經濟 遺甲的經濟 如果沒有跟國際接軌 除了內銷市場 我們當然 比較沒有這個議論 但是呢 國際市場 現在國際會講求叫做公平 貿易 所以第七中打擊非法漁業的這個活動 就是對於這種公平貿易上面 有問題的 那現在大概都慢慢要尋求制度 然後進入比較嚴謹的法令系統 所以今天 要來跟所有的移民團體 跟所有移民朋友來對話 我們現在也希望保障大家在 可以補到好漁獲的這個漁場 那各位也知道 我們現在國家的處境 都要不斷的跟系給出兵 去協調漁權 要去協調各位漁民在海上作業 碰到的一些麻煩 當然我們相關的護漁行動 我們會持續跟海巡署來要求 同時呢我們也希望 像剛剛幾位都回饋 其實大多數的漁民跟漁船 都非常的守法 少數不守法的 我想 我們這就是要有一個共同的約制跟約束 所以剛才 來再把那個東盛府27號 再PO出來 在這邊就正式 就是那個請陳書長來說明 來 那條船要開發多少 當眾來宣布 來 主委 嚇這個 嚇這個很大的一個 來 就是 剛才那個 跑到那個 菲律賓的 跟各位報告 剛才這一條船 經過這樣的一個幾天 我們也 其實我們在分別在 它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通知 有 包括我們這邊有衛星電話 通知說應該要出來 它聯繫 已經有兩次 三次 這樣子 然後 竟然是在這個 這個海域裡面 那依照我們 新生效的 一頁 點量一頁條例 這個是 跟各位報告是相當 法則是相當的高 尤其那個小船 一起跳 這個是屬於那個重大的一個違規 那所以重大的違規 像這一條船的話 CD3的 CD3的話 重大違規 起跳就是一百萬票 至少一百萬 至少一百萬 所以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已經 我 我署長是很秀 這個 主委也很秀 秘密 但是 由大局來 這個著想 一定要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所以大概這一條船 我們 主委就這樣子 叫我這樣子 在這邊宣布 我說 大概要罰一百萬 船長要二十萬 起跳 那在這邊我想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確實我們也是 透過一些管道來 通知他 他就是這樣 在那裡 這個是很明確的一個違規的一個狀態 所以很抱歉 我想這個 我們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一定是要這樣出恩 那我們今天就會 會發那個 處分書 我希望說 我們大家 能夠 有這樣的一個約制 讓我們的演講 宣布 能夠永續發展 主委我 我想一百萬 這個法 就這樣 我一定要依法行政 你把我將軍 我這個沒有辦法 接下來還是 我說一下 謝謝主委跟署長 接下來 我們進行我們 打擊非法捕撈 有序 愉悅經營的宣示 請各位貴賓 可以到台前來這邊 一起合影 一起做個宣示 來 我一起吧 來一起 一起 那個 一起吧 請 請 請 我還會 對 這個 對不起 我還會 跟 你 一 對 這個 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你看看 有多顧一下 不要擋到 因為我也要互相 他沒有辦法全坐進去 對沒辦法 可以再靠近一點嗎 可以再輕微一點 再相親相愛 可以也這樣子 這個 永續一夜 然後就說打擊IUU 好啊 我喊永續一夜 你們就一起喊打擊IUU 永續一夜 打擊IUU 永續一夜 打擊IUU 永續一夜 打擊IUU 謝謝 請回座 立成 謝謝各位長官 貴賓及媒體朋友的麗麗 記者位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請請示築 請期待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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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